曼谷的江景房由南向北大致分布在这一、二、三个区块 第一区在南边的Rama 3 主要依靠拉玛九师大桥连接东西两岸 适合家中有汽车的住户 本区东岸多为泰国本土企业西岸除少数写字楼 绝大部分是带开发的住宅 东岸七房可参考 King Square Residence 属于高端公寓 一平米均价22万泰珠起 房型为大型单位从60到344平米 第三区是曼谷西北方向 利用蓝线环状轻轨不仅可以连接东西两岸 还可以串联拉拋Rama 9 阿索克三个CBD以及大皇宫 七房可以参考Chapter 1 Spark Charon 这是一个同时具备轻轨与江景的项目 外国份额190万泰珠起性价比很高 城屋可以看看Mudis Collection Bank 4 同样具备了轻轨与江景 另外MRT站点还有天桥联通Gateway商场 处于中间的第二区 有知名的Iconsium百货以及摩天轮夜市 可以利用轻轨绿色线连接东西岸两边 曼谷多家高端星级酒店集中在这梅南河岸的第二区 城中的梅南河也依靠曼谷重要的沙吞金融中心 如此成熟的生活配套环境吸引更多的人潮来旅游和生活 七房预售屋可以参考Rhythm茶拉拉孔Iconic 地点在Iconsium百货旁边 县房则可以选择梅南星河湾 150平米大三房剩下一套 欢迎预约鉴赏 想知道曼谷更多公寓信息 请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您的耐心收看 记得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